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要根据孩子的特点 那小孩主要是12月以前他专注力不够 爱玩 玩性大 他坐不住 那你一定要在教育里面 你就是说预教育 那这个是个课程的编排 课程的编排就是注注他前 12月以前他是没有自我的思想比较少 就是自我的逐渐比较少 你怪什么他有时候就接受什么 他直接就是猛怪 就像一个海绵伸到这个世界了 他就吸 他问你问题啊 他是不懂的 12岁以后他就开始心情 就是很固执的 我觉得不是 他就开始我觉得不是 12岁以前你跟他说 他说是这样啊 他这个回答是不一样的 是这样啊 他虽然疑惑 但是他还是接受了你的那个说教 就12岁以前是怪 12岁以后是要平等地交流和沟通 要去培养他这种思考的能力 就是说让他从哪个角度去思考 不要用就是复向思维 老是怀疑这个 就是培养他正向思维问题的能力 还有自信啊 培养这种 就是说他不管多糟糕的状态出现了 他都能正面地去思想 他不会恐惧啊 不会退缩啊 不会胆怯啊 培养他12岁以后就可以培养这些能力 而且有些 你觉得他他不好的地方就就开始砍了 就觉得他找出资养了 这些要努力的不断的跟他沟通 让他慢慢的到18岁 12岁到18岁是一个阶段 12岁3岁到12岁是一个阶段 到18岁以前正确的人生观 跟价值观就树立起来 到18岁以后 他就开始要 用他自己掌握的东西 他要开始看这个世界了 就这个世界 他走出去 他要以什么谋生 他有个独立起来 18岁其实有个有独立意识了 12岁以后是自我的意识 18岁以后是开始很独立了 独立他 他不想依赖父母 他就像那鸟找翅膀 他要飞出去了 他想飞 18岁一般都他经不起风雨 他刚离开我翅膀还愣着呢 所以这个时候他又要父母的支持 他又想独立飞 那个时候你就不要怕他出去撞墙 你不要老用你的经验 说你出去肯定会撞什么 让他去撞 没关系 但是大的不要让他经历的太 说一下子把命也丢了 那你可以提起他 但千万不要用你的直接去 告诉他很多你的人生经验 他是他的 那这个就需要智慧了 要往后 那这个孩子18岁以后 到他成中年啊 其实到30岁以前 这个过程是他 在人生一个人去奉斗啊 在这个世界上奉斗啊 跌倒了要爬起来啊 这些挣扎 包括在情感上 他的不断不断的认知啊 那这个过程中 不断的培养他 就是那种正面的 就是正面的信息给他 让他坚强 让他知道这个世界是有灾难的 有很多很多无奈的 有很多东西 但不管在哪儿跌倒了 我还有站起来的能力 因为不可能他没有伤害 那是30岁以后 30岁以后 其实到60岁这一段时间 这个人如果在切割这样培养 已经很成熟 这个人已经平稳的 就像一种打算平稳的在这生活的这个海洋里 已经行驶了 不管任何风浪已经对他 我就死亡都他都无所谓 就30岁到60岁应该形成这个 事业啊很多东西 不管成败得失都阅历啊很丰富了 30岁以前还在教育节 30岁以后你就不再教育了 父母的责任完全你就不可能再教育他了 父母以前做的什么样只是榜样了 那就是过去的榜样父母曾经怎么样 父母曾经怎么样过 那这是过去的辉煌 30岁以前父母还可以影响他 还可以影响孩子 但是3岁到12岁我觉得是需要一个系统的教育理念 并不是说需要一个完善的教材是一样的 但是给老师灌输的是教育理念 你培养他什么 老师要抓住 我3岁到12岁我准备培养这个孩子什么 12岁到18岁我再培养孩子什么 如果我们的教育理念完善了 就是说你那个角度就对了 你准备开启他什么东西 然后配比完善的教材 然后在教育理念对 然后给老师一些培养 然后老师懂了 就应该没问题 那这个有个麻烦 因为教育理念之前的老师 你说灌啥是啥 那老师的东西不行 我们有教材嘛 你教材嘛 他老师就有教材移植嘛 他在教材移植的过程 他也在不断地学习 老师也是在不断地可以开悟的嘛 老师也可以静下来去 不断地完善自己的嘛 其实也是个制度度人 他在教学生的过程中 老师也要完善 如果这个老师只是很枯燥地在教学生的话 这个老师是教不好 除非他从教学生来获得乐趣 就像一个菩萨去度众世一样 他在度众世过程中 他自己也在提升 所以老师也是这样 他在跟孩子相处 教孩子的过程中 他自己的心性上也要提升 他必须这样子做 他才有乐趣有成就感 那真的每一个孩子 每一个孩子成长了 那都不会忘掉老师 那你不用去说 那个孩子也去中介老师 每个孩子毕业出来 都是桃林满天下 老师真的用那种方式 去开启他的心智的话 那个孩子永远不会记得老师 我曾经 那个老师一句话两句话 我在那儿 我受过他的教育 是他开启了我人生的那种东西 那怎么可能 你就算再 真的不用教育儒家文化 不用教育 他一定会中中老师 他就算 不管他走将来黑岛白岛 他有一天 他一旦遇到困难 他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老师 他可能不是父母 而是老师 说那个老师曾经那么开启过我 能告诉我 很简洁的道理 他有感激的 生命的导师 这其实 如果这样教育 已经成为生命的导师 你一生的导师 不是 就从你小 从三岁开始 十二岁 十二岁到十八 十八到 以后到三十岁之间 就是你的生命 整个已经贯穿下了 你绝对不会那么辛苦 如果有一个好老师教你的 你生活就不会那么辛苦 你说你遇到什么 这个我们真的是无法预筹 每个人都会 有的人会病 有的人可能真的面临死亡 到三岁就会面临死亡 有的人会面临撕裂 家庭破裂 孩子不听话 种种问题 但是这个 如果你从三岁到十八岁 你二十三岁 你就修炼出来的时候 你的孩子怎么可能走错 你自然会教嘛 是你没学这些过程 孩子就 你就不会教孩子 就遇到这些事情 就很烦 很烦躁 有一些都不得了 都不得了 我说这点不通 你会留个小驰 也不会把小驰 似乎你 为什么 不是 不不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